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园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本周七日之内有意外之财降临,三大生肖财心附身,第三名,生肖马。 生肖马的人在这一周里,由于时间更靠近六月下旬,他们的运气会更好,财运上面容易遇到意外的钱财, 比如一些超出预想的收入,绩效或提成,都有希望超额,进入自己的账户之中,生肖马可以为自己存钱,买心仪的物品,进入六月以后,蜀马人受到无火的帮助,开始渐去运望,特别是过了六月六日以后,蜀马人在事业上会更加的顺流, 六六大顺是一个吉祥的开端,本月蜀马人能力增长迅速,另外加上年运财新的入命,本月开始蜀马人会财路大开,一路发财数都竖不完。 第二名,生肖鸡。生肖鸡虽然是运势不佳,但不代表人家就不能发笔小财了,否则岂不是所有生肖鸡都要勒紧裤带过日子了吗? 生肖鸡的人在这周七日之内,也会有意外的赚钱机会,之前投资理财的回报会更大,还有希望中个小奖之类的,进入六月六月日以后,也会是一路顺利,好事总在身边。 蜀鸡人个性非常稳重大方,平时做事又积极认真,性格中透注勤劳朴实,天道酬勤,总不会忘记努力的蜀鸡人。 第一名,生肖鸡。生肖鸡的人在这一周,极有可能会收到某人的资助或者还款,这也算是意外之财吧,毕竟生肖鸡从来没有期盼过啊,羊儿这周运气也不错,工作努力也会有好的回报的。 羊儿在对待自己在乎的事情,也从来不计报酬,但往往收成最多。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尽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财神也庇佑,六月份财气旺,月初顺到月底的生肖。 生肖马,属马的人个性奔放热情,他们善于交际,进入到六月份后,财路将会变得更加顺利,加上又财神也在暗中加持帮助。 属马人的事业如日中天,进入鼎盛发展期,加上性格容易与贵人亲近,所以能够在意外之财方面,有新的收获,一顺百顺,生肖鸡,属鸡的人为人精明能干,性格执着,做事情也有始有终,他们天生就是追求完美的实干家,对自我要求极高。 进入六月份,将会有施展财华的地方,财神也相助,财运亨通,前方遍地黄金,等住属鸡人的发掘,一旦能够抓住机遇,扶摇直上,财大气粗,生肖猴,属猴的人个性活泼,头脑赚得快。 在投资理财方面,会有特殊的天赋,加上善于创新,总是能够找到一条,适合自己的财路。 进入六月份,属猴人在事业上,努力将会有巨大收获,不但挣财多,偏财也极望,轻松就能够赚尽大财,赚得盆满钵满,笑口常开,生肖兔,属兔的人为人乐观精明。 在事业上能够得到贵人的扶持,他们进入六月份,在工作上表现不错,能够得到老板的厚爱,财神也保佑,在财运方面也有新的突破,存款暴涨,身价随着能力的提升而水涨船高,事事顺心。 生肖蛇,本月是生肖蛇的彩月,女性伶俐乖巧,特别喜爱钱,静,会将家务整理得有条不紊,再加上善于掌握各种时机,通常他们一出手,都能够赚得盆满钵营。 富贵多德,同时吉人自有天相,哪怕有小人在背后搅局,也不会影响向上的脚步。 如果能够改变以前的花钱习惯,那每一辈子都不会缺少财权。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,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六月份六大生肖型大运,赚大钱,发大财,生肖狗,生肖属狗的人身藏若须,平常为人低调,很有外言。 六月脾级太来,属狗人简单得到伯乐的欣赏,左右逢源,事业前途似锦,前途一片光明,后代长大都很有出息,成龙成凤,必定才起猛掌,终身吃香喝辣,好运望一零年。 生肖属,生肖属属的人一丝不苟,做事老练,靠就服从,任务谨小甚微,六月红丸心动, 单身的属属人桃花运暴涨,一碰到真爱,在今年顺遂脱单,职场的属属人工绩喜人,得到领导的喜爱,身居要值,过上大家倾慕的富贵生活,喜上眉梢,生肖兔,生肖属兔之人胆大心小,做事有计划,目光独到,六月运势一起暴涨,属兔人职场混得风生水起, 事业运势直线上升,爱情中的属兔人,豪情进一步得到提榜,有望喜节连理,工作顺顺利利,天丁天才,青云直上指日可待,生肖虎,属虎的人, 进入到六月后正财生运,大运流年有财透出,财星生财,属虎人在事业上,能够寻找到适合赚钱的商机,不但收入能够保暴涨,桃花运也非常不错,有贵人相助事业一顺百顺,生活中喜事连连做享清福,生肖马,属马的人2022年, 由紫微星入附得,财博两工,运势十分的好,在六月时期,就会有一笔不测之财到来,并且在六月后进入工作中,之前做出的勤奋也有了报答,跟住事业的步步高升,财气更是不时上涨,财星高照,属马人一发家就是连发10年了, 生肖鸡,属鸡的人,今年对他们运势的影响比较大,在客岁并没有好日子过,可是到了六月份,运势会发生逆转,这一年枯木要逢春,属鸡人要登上枝头变凤凰,这一年你们财气,跟朱子运十分的好,扬帆启航,始向财产此案,富贵的人就是属鸡的人,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朱未全, 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智动达,幸福如意,心享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留下三宝。 自己的心愿,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自立等人,大愿就可以实现。